女杀手半夜唱歌取人性命 只闻其声不见其人 行无鬼魅好似冤魂索命 江湖中无一人不胆战心惊 江湖中有个杀手名叫玉罗刹 每次行凶时都会唱出奇特女高音 行无鬼魅让人毛骨悚然 老百姓都是闻风色变 玉罗刹也有个古怪之处 就是专杀姓岩的 这次岩四爷岩八爷惨死 引来百姓议论 纷纷猜测 玉罗刹有着三头六臂 说不定还是个风流成性的女鬼 在一旁的冷秋听不下去了 用桌上花生当暗器 扔向口无遮拦的众人 中途却被侠客徐英拦住 冷秋看得出徐英武艺不凡 两人互道明慧正要饮酒 冷秋却直接将酒杯扔到客栈房梁上 徐英不甘示弱 拿起手中筷子将房梁上酒杯打落 两人互相试探武艺不相上下 徐英说起江湖中出现玉罗刹 却是专杀严家人 动机不明恐杀了无辜之人 而自己不能袖手旁观 眼见徐英为严家打抱不平 冷秋不乐意了 称玉罗刹不是好惹的 奉劝徐英不要多管闲事 两人针锋相对 而冷秋如此生气也不是没有原因 夜晚冷秋戴上宝剑和面具 来到严三爷家中唱起女高音 宣告要去严山虎性命 严三爷早有所料 请了八家四兄弟当保镖 可惜这一群虾兵蟹将 根本不是玉罗刹冷秋对手 冷秋将杂兵击退后 轻松取得严三爷性命 但府内人员聚集 给冷秋招来了不少麻烦 就连宝剑也在混乱中丢失 危急时刻 徐英出现 用屋顶瓦片击退重追兵 掩护冷秋撤退 更是将冷秋宝剑归还 冷秋回到客栈 发现遗失宝剑在自己床上 晓得徐英偷偷跟踪自己 拿上宝剑来到徐英房间 对着床上被子就是一件 可不曾想背后传来大笑 原来徐英早有所料 冷秋转身要取徐英姓名 夜深人静两人都是好手 一时分不出高下 还要遭人耳目 只能约定明日七星山决斗 天色微亮 冷秋和徐英来到七星山 拔出手中宝剑捉队厮杀 数个回合后 冷秋斩下徐英发带 说徐英已经输了 却不料自己衣服被砍开 露出其中红肚兜 徐英知晓冷秋是女儿身 态度180度大转变 更是说出自己去路 此行为报杀父之仇 后询问冷秋为啥专杀姓严的 原来数年前 姓严的杀了冷秋全家 但严家兄弟20人 冷秋不知道谁是自己仇人 为报血海深仇 杀尽严家兄弟 总有一个是自己仇人 眼见冷秋被仇恨迷住双眼 徐英苦心相劝 但冷秋执念以身 不愿放手 两人白天骑马赶路 冷秋要去阎王寨 而徐英去石家庄报复仇 两人互道珍重 分道扬镳 徐英来到石家庄 一路询问石永山踪迹 来到院子前 有个酒鬼口称 自己就是石永山 掏出斧头砍向徐英 徐英观样子 不像习武之人 便想放过酒鬼 不曾想 酒鬼起身背后偷袭 徐英转身拔剑杀死酒鬼 对着街坊邻居说 此番是为报杀父之仇 一人却说 徐英杀错人了 石永山20年前离开村庄 一直没有回来 徐英文言悔恨不已 听到酒鬼儿子以后 要找自己报仇 更是领悟 冤冤相报何时了 用腰带缠住宝剑 立誓封剑 今后永不杀人 另一边 阎王寨寨主 阎大乐善好施 在周边百姓眼里 那是真的活菩萨 而百姓不知道的是 阎大私下 却是一个活阎王 派焦家兄弟去截黄银 眼见到手银子不对数 直接让仲家丁 将几人杀死 而现在焦家兄弟一死 寨中人手单薄 阎大找到徐英家中老母 为徐母寻医治病 拿了阎大的好处 徐母满嘴都是活菩萨 更是举荐儿子徐英 去寨中任职 阎大让儿子小颜 去试探徐英功夫 但徐英立誓封建 两人只得拳脚比试 一番交手 徐英仅用一分气力 就在小颜胸膛 留下掌印 眼见徐英功夫高深 阎大直接让徐英 担任寨中总教头 有徐母寨中搭桥 徐英只得接受 冷秋来到阎王寨 徐英出现阻拦冷秋 称阎大是个大善人 老好人 不可能是冷秋仇人 冷秋自然不信 更是说徐英见利妄议 两人一番交手 这时寨中家丁纷纷出现 冷秋假装撤退 偷偷折返 来到阎大卧室 阎大却是早有所料 发动机关困住冷秋 徐英跟着踪迹来到密室 发现寨中机关重重 自己却一无所知 这才知道阎王寨不简单 后将冷秋救出 但这一切都被小颜看到 阎大知晓情况 派人暗中盯烧徐英 徐英来到酒馆 与冷秋相会 心中也是纠结 放走御罗刹不忠于事 抓住御罗刹不亦于有 突然间 岸边传来御罗刹女高音 阎寨家丁闻风而动 以为岸边卖艺女子 就是御罗刹 徐英知晓抓错人 出面阻拦 但家丁就是认定 会唱这歌的就是御罗刹 徐英与家丁缠斗 酒馆中冷秋唱出女高音 引来众家丁目光 冷秋蜻蜓点水过河 用手中宝剑大发神威 徐英带着卖艺女子 银凤及老父江文亮离开 银凤勤俭持家 徐英也是鼓道热肠 两人暗生情愫 家中老母无人照顾 得到银凤老父允许后 徐英便带银凤来到家中 不曾想 徐母看到江文亮 脸色瞬间大变 原来江文亮就是石永山 徐英的杀父仇人 机缘巧合下竟来到家中 只是两人年事已高 儿女也是两情相悦 都不愿冲了这桩喜事 石永山说出当年往事 当年和徐父为了争夺徐母 大打出手 石永山醉酒失手杀死徐父 后悔不已的他选择跳崖自尽 谁知人算不如天算 石永山掉入荆棘林中没死成 眼睛也被刺瞎成了一残废人 更是感叹这也许就是报应 徐母听闻也决定将此事瞒下去 隔日银凤在岸边唱歌 被小言听到以为是御罗刹 带着家丁就将银凤抓走 徐母来到阎王寨要人 却被一桶软禁起来 阎大献十三天要徐英带御罗刹来换人 冷秋听要自己去救情敌 当然不会同意 徐英再三请求 冷秋提出两个条件 救出银凤后 徐英要和银凤一刀两断 且徐英要和自己成亲 徐英面露难色 一阵思考答应下来 徐英用冷秋换出徐母和银凤两人 冷秋被阎大抓住 阎大要冷秋做个明白鬼 称冷秋一家都是自己所杀 当年徐复与自己作对 趁着石永山和徐复比武 暗中将徐复推向剑尖 本以为天衣无缝 却被一路过男子看到 阎大一路紧追 一不做二不休 再下毒手 残杀冷是全家 没想到还遗留了冷秋 给自己带来无穷后患 而现在就要斩草除根 阎大不知道的是 此话都被一旁徐英听见 徐英飞身将冷秋救下 两人合力大战阎王寨 阎大不是敌手 带着爪牙逃往山寨外 冷秋徐英两人身负血仇 一路砍杀数名家丁追杀阎大 阎大老奸巨华 直接命人放火烧桥 冷秋集中生智砍断竹子 用竹竿撑竿跳来到对岸 紧跟阎大身后 老头子阎大体力不支 被冷秋截住 两人捉对厮杀 不过阎大年事已高 每次刀兵相机 阎大都会头冒鲜血 一朝博慎被冷秋一箭刺死 终于为冷家报了仇 大丈夫一言九鼎 徐英准备遵从约定 转身和银凤告别 冷秋看两人两情相悦 便暗中骑马离去 将宝剑落下 助两人白头偕老 《遇罗刹》是由何孟华 郑佩佩 古风等人出演的 剧情动作类电影 围绕复仇展开的影片 《遇罗刹》和徐英 都有身负血仇 两人看似相同 实则不同 《遇罗刹》未爆血仇 可杀严家二世兄弟 宁可错杀不可放过 而徐英错杀一人 便悔恨不已 封建引退 这也预示了 徐英和遇罗刹 完全是两种人 那么你怎么评价这部电影 欢迎打在评论区 和大家一起讨论 好了 今天电影介绍就到这里了 想了解更多 记得关注加一哟 孟德四舅天天见 明天我们不见不散